都说狗改不了吃屎 然而同样是吃祥的 人们如此的喜欢小狗 还称他们为人类的好朋友 身为自然界倾倒夫的史克朗 却没有这个待遇了 史克朗除了吃祥 他的身上还有什么奇妙好玩的地方 今天科普君就带你一起了解一下 史克朗的故事 友情提示 这是一期有味道的视频 请勿在吃饭时观看 实在好奇 记得吃完饭再来 史克朗又叫做枪狼 全世界大约有两万种史克朗 它们大多数是粪食性的 主要以动物的粪便为食 而且它们还喜欢把粪便滚成球 它们的足迹跨越大江南北 沙漠森林 除了南极洲 剩下的土地上都有它们来过的痕迹 它们整体是黑色的或者是黑褐色的 虽然它长得比较黑 但是它也是有趋光性的 也就是说虽然它长得黑 但是它星象光明 我们常说蚂蚁的力气大 它们能以自己小小的身躯 扛起比自己身体大很多倍的东西 比如亚洲枝叶椅 能够口弦超过自己身体 100倍重的物件 而史克朗比这更牛 它能推动比自身重 1141倍的物体 如果换算到一个 70公斤重的男人身上 这相当于它徒手推了一个 79.87吨重的物体 这力气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它还让人惊奇的一点是 它是倒着推粪球的 但是它却能够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 直线前进 在2016年 美国科学院论文集 发表了这样一项研究成果 上面说史克朗能够利用太阳 月亮 甚至是银河来给自己进行定位 骤行性的史克朗能利用太阳和月亮 但是夜行性的史克朗 在明亮的白天 尚且还能利用太阳光 等到了晚上 月亮的光实在是弱到不行 这时候 它们就会利用大气中分布的 由日光和月光产生的偏振光来导航 如果有时候连月亮都没有了 它们就会用银河来给自己定位 一边推着粪 一边仰望着星空 史克朗很受澳大利亚农学家们的喜欢 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因为它们能吃 食欲旺盛的它 在一天的时间里 能吃下多余自身体中很多的粪便 虽然这听起来是有那么一点恶心 但是不得不说 它们清理粪便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在上个世纪60年代 澳大利亚面临着一场非常严重的粪便危机 农场里的粪便堆积成山 那臭气熏天的气味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 澳大利亚本地的史克朗 只能应对有代类动物那种肝硬的粪便 澳大利亚原本是没有牛的 但是自从澳大利亚养了牛之后 牛类的粪便正好与肝硬粪便相反 它是尸臭的 本土史克朗可清理不了这活 于是很快在草原上 到处都是散发着极为难闻的恶臭味 这味道我们人类受不了 但是苍蝇可太喜欢了 它们成群结队地闻着味就飞过来了 这粪便你光在这放着也不是个事啊 等牛粪干了之后 那清理起来会更麻烦 而且大量的牛粪压着青草 还会影响草场的青草生长 青草不长那牛羊吃啥 因此清理牛粪可是一件大事 面对这种局面 澳大利亚展开了一项计划 计划的名字简单直白 就叫做澳洲史克朗项目 在这接下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 澳大利亚科学家们先后从世界各地 引进了超过53种史克朗 这些引进物种很快就显示出了 它们自然界青道夫的能力 遍地的牛粪很快就被消灭完了 粪便没了 蚊蝇的密集程度下降了90%以上 而且史克朗快速消灭牛粪 还会将牛粪释放的甲烷的数量 下降40%以上 因为它们会在牛粪上 这钻一个孔 那钻一个孔 这样一来 氧气就会很容易渗入进牛粪中 调节其中微生物的平衡 这么一看史克朗的作用是不是还挺大的 南非比勒托利亚大学的昆虫学家说 在南非差不多有1500万头牛 假设每头牛一天拉12次 这样的一算的话 南非每天能产生5500吨粪便 如果没有史克朗的存在 那么南非将会生活在其膝身 甚至是其肩身的牛粪之中 而且这还只是考虑了牛这一种生物 还没考虑别的 动物们每天产生的粪便 那可多到数不清 由此可见史克朗到底有多重要 身为粪食性的史克朗 它的第一任务就是找粪便 有时候为了方便 它就直接住在了动物排泄的位置 它们时刻都准备着 一旦像大象这种大型动物排泄后 它们就会一窝蜂地冲上去 光一坨大象的粪便 就能在15分钟内吸引4000只史克朗 史克朗主要有三种类型 我们常见的推粪形 还有地道形 以及粪居形 推粪形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常说的粪球 这种史克朗会把粪便弄成球形 然后利用自己的后腿 快速地将粪球推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就怕附近有竞争者 接着会有几只潜在的伴侣 跳上粪球 制造粪球的史克朗 在这几位中选出自己心仪的嘉宾 俩史克朗成为情侣 一起挖洞 将粪球下面的土挖松一点 让粪球慢慢地下沉 然后他们再将松土 从粪球的四周翻上来 就这样忙忙碌碌两天之后 雌性就能在粪球上产卵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 卵就会孵化出来 这时候幼虫的食物就是这颗粪球 地道形就是在一坨翔的下面挖个地道 然后再将粪便拖进地道中 接着再把粪球弄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作为养育孩子的地方 接下来 雄性负责守卫粪 雌性负责产卵 还有一些比较鸡贼的史克朗 它会伪装成雌性 偷溜进去和雌性交配 直接偷了别人的家 最后一种粪居型就比较直接了 它们直接在粪便里产卵 但是这种方式虽然省食省力了 却很容易被吃掉 别看我们对祥这么避之不及 有些地方的史克朗 就算是想吃都吃不着 它们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有些史克朗实在找不到粪便吃 就会去找动物的腐蚀 或者是腐烂的水果等来吃 而且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史克朗还是中药中的一味药材 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 就有关于羌狼入药的记载 一般能够入药的羌狼 大多数雄性羌狼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 史克朗还有几个好听的名字 分别是推丸、推车客、黑牛二、铁甲将军 叶游将军等 李时珍还解释了 史克朗能够转丸、弄丸 俗乎推车客 又因为他们身目高鼻 壮如羌壶 背负黑甲 壮如武士 故有羌狼将军之称 除了这两本之外 还有很多书中也有对羌狼的记载 比如《尔雅中的结枪》 《孙天仁吉孝方中的推使虫》等等 你以为关于羌狼的传说就这么完了吗? 还没有 命理代详的史克朗 似乎天生就不太容易引起别人的好感 然而我们喜欢不起来的史克朗 在历史上 那也是有着响当当的地位的 甚至还出现在了图腾里 在古埃及的传说中 都快把史克朗捧上天了 它还有个神圣的名字 叫做圣甲虫 在古埃及的传说里 小小的史克朗可不是招人厌烦的生物 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太阳神的象征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些疑惑 地上推粪球的黑黑的史克朗 是怎么和天上的太阳联系在一块的 通过考古发现 古埃及留下的很多神庙建筑中 以及珠宝首饰和手稿文字里 都有很多对史克朗的描述 古埃及神话里 人们向往并崇拜着太阳 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 就这样一直周而复始地进行着 太阳的东升西落 就跟史克朗推粪球一样 他们推着粪球出现 象征着太阳的缓缓升起 因此圣甲虫意味着发展和出现 再加上史克朗会将粪球推进坑里 小史克朗会在粪球中出生 因此史克朗还代表着复活和重生 在古埃及有权势的人去世之后 会在心脏的位置放一个圣甲虫护身符 护身符上还有着咒语 他们认为这样能减轻死者生前犯下的罪孽 在古埃及的金字塔中也曾发现过圣甲虫木乃伊 在一个石棺中发现了数量极多的圣甲虫 让人看了就头皮发麻 不只是埃及 在非洲史克朗也是犹如图腾一般的存在 因为它的低调勤劳生生不息的特点 感染着非洲人 所以在埃及史克朗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开幕式上 就出现了一只巨大的史克朗推动专用球的场景 可谓是震惊全场 看完本期视频 史克朗在你心中的形象有没有改变呢 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小小的史克朗也在发挥着它重要的作用 如果它们消失 那地球不知道要陷入怎样的危机之中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 不妨点赞关注评论支持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